男孩举起枪 想测试子弹能打多远 他对准山坡下的大巴车随便开了一枪 没想到正好击中坐在川边的美国游客 查理连忙查看妻子的情况 他的肩膀受伤血流不止 司机连忙停车 一整车美国游客惊慌失措 以为遇到劫匪 男孩看到大巴车停了下来 顿时觉得大事不妙 连忙跑回家躲起来 却不知他们的举动 将引来多大的麻烦 查理希望司机把妻子送到医院 可最近的医院离这里四个小时的车程 妻子已经疼痛男人 他们只好去附近的村子 那里有一家诊所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 终于到达目的地 查理把妻子抱进屋 好在子弹没有打中脊椎 但必须对伤口进行缝合 否则他很有可能失血过多而亡 村医拿出针线 用打火机给针消毒 看到这一幕夫妻俩惊呆了 妻子吓得惊慌失措 他害怕伤口再次感染 但他们现在别无选择 理查不断安抚妻子的情绪 结束后 查理给美国驻摩洛哥大使馆打电话寻求帮助 大使馆表示会尽快派救护车前来救援 这件事引起美国媒体注意 游客在摩洛哥重担受伤 他们有理由怀疑是恐怖分子所为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晚上 男孩父亲回到家中 谈论起今天的新闻 听说旅游车路过隔壁村时遭遇恐怖袭击 一位美国女人被打死 警方正在查找凶手 听到此的男孩不敢说话 更不敢向父亲讲述今天的事情 第二天 警方来到案发现场 他们在山坡上找到弹壳 警方立刻找到附近猎户家中 只有他一人有这种枪 男人表示已经把枪卖给朋友 也就是小男孩父亲 途中警方遇到小男孩向他问路 男孩听到警察要去自己家 于是指了错误方向 随后跑回家向父亲坦白了所有事情 他们误以为美国人被打死 全家都要陪葬 于是决定带枪逃跑 无功而返的警察折返回来 正好遇到他们 父子三人想要逃走 警察立马开枪射击 他们躲在岩石后面 哥哥的腿被子弹击中 男孩非常愤怒 拿起猎枪开始反击 打中其中一名警察的胳膊 这让警方更加认定 他们就是恐怖分子 父亲见状连忙抢走男孩手中的枪 这时哥哥没有掩护体再次被击中 父亲抱着掩掩一息的他悲痛欲绝 如果男孩在击中美国人后乖乖站出来 媒体和政府根本不会判定 这场事件为恐怖袭击 也不会升级成为国际问题 更不会有无辜的人受到牵连 意识到错误的男孩把猎枪砸坏 举起双手站了出来 他跪在地上 祈求警察救救哥哥 警察看向男孩 这怎么可能是媒体报道的恐怖分子呢 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前 美国大使馆害怕有其他潜在危险 阻止救护车进入村子 想派直升机前来救援查理妻子 可这起案件已被判定为政治问题 直升机不敢轻举妄动 救援迟迟没有进展 妻子的情况很糟糕 查理不知如何是好 更让他绝望的是 其他美国游客害怕受到恐怖袭击 偷偷开着大巴车离开村子 将夫妻二人抛弃 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发展成这样 妻子只不过受伤需要救治 怎么所有人都没法沟通 好在一段时间后 警察通过男孩调查清楚来龙去脉 误会终于解开 救援直升机降落在村子 妻子被送进医院 查理悬着的心放下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保姆抱着女孩走在沙漠中 他们已经精疲力尽 小女孩陷入昏迷 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 保姆只能将小孩留在原地 自己去寻找救援 他们正是查理的孩子 几天前 查理打电话告诉保姆 妻子正在进行手术 他明天会派人到家里照顾小孩 保姆可以按照原计划 回老家参加儿子的婚礼 可没想到第二天 查理又打电话告诉保姆 没有找到合适的临时工 希望保姆能继续照顾孩子 并以命令的口吻 让保姆儿子取消婚礼 他将出钱给他们办一个更好的 可儿子的婚礼就在今天 一切准备就绪不能临时变卦 保姆崩溃了 儿子的婚礼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他不想错过 无计可施的保姆决定 带着两个孩子回墨西哥参加婚礼 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婚礼结束后 保姆要连夜赶回美国 儿子想让母亲留宿 但保姆害怕查理担心孩子的安危 说什么也要尽快把他们送回家 他依依不舍地和儿子告别 车辆很快行驶到边界检查站 警察发现车上有两个美国小孩 为了确保他们不是人贩子 要求保姆提供照顾小孩的授权书 可保姆根本拿不出来 就在这时警察闻到司机身上的酒味 要求他下车检查 司机应酒后驾驶被抓过 他不想再次关进看守所 于是一脚油门冲出警戒线 孩子们吓哭了 保姆让司机赶紧停车 警察在后面穷追不舍 司机将车开到偏僻的小路 将保姆和孩子放下来 表示自己甩掉警察后再来接他们 一觉醒来天已经亮了 可迟迟没有等到司机 这里荒无人烟 保姆根本找不到方向 小女孩已经陷入昏迷 他们必须尽快走出沙漠 保姆抱着女孩沿着车轮运行走 不知道走了多久 她已经精疲力竭 于是将小女孩放在树荫下 让男孩乖乖待在原地陪伴妹妹 自己独自找人求助 没过多久巡逻警车驶过 保姆连忙呼救 在她的带领下来到原地寻找孩子们 却发现他们已不见踪影 警方觉得保姆很可疑 给她戴上手铐带回警局调查 好在最终两个孩子成功获救 可保姆因私自带孩子穿越国界 将被永久驱逐出境 她舍不得离开生活16年的城市 回到墨西哥后抱着儿子痛苦 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沦落到如此下场 电影《通天塔》 因为一次意外的枪击 造成一连串的反应 由于沟通障碍让事情被误解 从而引发冲突 将无数人牵扯其中 好了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